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一起看非洲 昨天很多粉丝都说好久没看捕鱼了 刚好昨天下了雨 河里面长水很多 这家过来下网了 今天早上水也下的差不多了 我们过来看鱼货 刚刚看到第一张网 好兆头有个两三条在那里动了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看一下 希望今天有个大收获啊 很久没来捕鱼了 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挂鱼的感觉了 昨天晚上下的 河里面垃圾比较多 现在的话水消了差不多不少了 看得到那个岸边 这里就有两条 应该说三五条会有的啊 之前这个位置鱼都很多的 长水呢挂到这里全是垃圾 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鱼啊 这一条板子就比较厉害 垃圾一大堆 离起来也麻烦 不过还好 前面也有两三条吧 看一下 总共差不多有四五条 中午的话 至少要搞两条吃了 也好久没吃鱼了 第一网收获绵绵强强 鱼也多 垃圾也不少 活蹦乱跳的 四条 有一条螺飞 这里还有一张网 昨天只下了三张网 这张网的话 收获就说白天也放在这里 这里挂鱼的话还是比较多 现在好像也不担心这个网被偷了 用了这么久 这个网反正也坏得差不多了 估计越中越低 国内新买的网就会到了 那个时候又可以搞一波了 小谷家把这个手泡网也带上的 要去入水口那里去撒几网 现在对这个还是非常有兴趣的 在这里撒了一网 五条小螺飞 看说估计没什么鱼 我们还是去看网吧 第二转网风平浪静 看样子是没什么鱼 看一下吧 昨天那个水估计差不多 升了一米 今天是降下去的 也是这么多垃圾 这网就真的是网了一包垃圾 估计等下全部就放在那里 睡不觉什么时候有空过来 全部再把这个网绳你一下 涨好大水冲一下的话 河倒是要干净一点 不过网挂上的垃圾就比较多 这个网有的话收获应该也不多 没怎么增长 估计有一个两个的样子 看拿起来会有怎样了 还算有收获 前面发现两条 这边上不知道有没有了 拿起来看了才知道 今天看样子就这四条连鱼 那一条罗飞 我们前面去 那个捕鱼神器 也好久没有确认了 去看一下那里面 能不能上货 之前最多的一次上了八条连鱼 不过 大部分时间还是就那么一条两条 或者是没有 这个捕鱼神器 所以网了一条大的 它说死了 我叫它今天拿起来把它洗干净 晒一下 晒个一两天 这个放在这里 一直都没怎么挪过窝 所以说很多泥浆之类的 还是要清洗一下晒一下 再用会好一点 这个应该也是好久没确认了 这个在里面已经死了 还剩一个骨架了 等下直接把它丢了 是一条大连鱼 看一下这个鱼吧 脑袋就是一个骨架了 应该也好多天了 放在这个捕鱼神器里面 但是好奇怪 没有其他的连鱼过来捕食 不然的话应该还会做一点的 我们直接把它丢下去了 把这个捕鱼神器去晒一下 洗干净 四条鲰鱼一条螺飞 这个家把网上那几条小螺飞 准备刮到鱼沟上面去钓鱼 反正这几条应该没上大货 上次上过一次 这里这个猴子的陷阱 应该没有在这一片出没 都没有动静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抓得到啊 这一片的水域的话 你看 水潮都很多 我们总共钓了四条 十几斤中的那种废鱼 也只能有一个钓 往是往不到的 那个就是碰运气了 偶尔碰到了才能钓得到 但估计这河里面应该也不少 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容易钓到四条 总共五条鲰鱼一条螺飞 那三条 不知道他是给他们朋友 还是卖给他朋友的啊 我自己今天跟他说留两条 中午吃一下了 社会家刚刚跟我说 卖的那三条鲰鱼一条小螺飞 一万五 说是差不多五千一条 十块钱左右吧 还算可以了 一万五 生意好生意差的话 就跑摩地一天财政这么多 就这里挂的了啊 前面那个也有个摩托车 也是刚刚打电话问他 估计是友谊 然后专门过来的 好像是说回乡下 给他父母吧 应该是带点东西回去 社会家平时也会上上网看看视频 现在他拿着这个视频 问我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国内的黄鳝 这边没有的 它是像蛇一样 黑耳露 露害不着头巴 这只有中国人 这两个小家伙 又在这里 这两个小家伙 骂得要死 看一下美女摩托车 也是好长时间没露镜啊 咦妈妈 卡罗说 Jeffrey今天过生日 三岁 差不多了 来了快两年了 刚来的时候很小的 还刚刚走路的那种 晚一点 Jeffrey Burrst the cake 哈哈 泼水街要泼水 这小家伙 怕乌龟也怕得要死 What's this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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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晚一点 嗯 跟他去 买点生日蛋糕 买点衣服之类的吧 反正刚好碰到了 昨天的话 也是我那个小女儿的生日 也是五岁 Hee Hee C库家今天就没有鱼吃了 不过按照今天的说法的话 一条鱼卖个5000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像之前多的话 卖几条出去 挡得到 跑魔力的收入了 好了 晚一点的话 我们就带Jeffrey 还是去跟他 过过生日 买点生日礼物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大家点击关注